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的 不管晴天 雨天 原式气象在你身边 欢迎来到上海气象的时间 大家晚安 这几天真的热到有种要融化的感觉 让人完全不想要离开冷气房 台湾本岛各地今天没有例外 高温通通来到30度以上 而气象数是针对全台6个县市 发布了高温灯号 而这些地方其实就集中在北台湾 还有东南部地区 像是在台北士林的设置道 今天直接冲到了36.6度的高温 而在台东的大午 今天也有34.8度 而这样子比南台湾还要炎热的天气表现 其实和我们周边的风场 以及台湾本岛的地形有关系 而也是由于西南风持续影响 带来温暖潮湿的水气 与风险的台南南化 还有高雄的烟潮 一整天雨量都超过了40毫米 但是风就把水气流在西半部了 同时在越过这张山脉之后 每下降100公尺 温度会再增加一度 等于说当风来到了花东一带 就会吹着超过40度这样子的风 而天气表现 恐怕还要再请大家忍耐一段时间了 主要原因 透过微信图一块了解 而最近天气 不是天气不稳定 就是热到不行 而就图卡上资讯来看 封面雨势就盘踞在台湾北方的海面上 从日本的外海一直到我们的华南一带 适多在封面云气的势力范围当中 而我们就位置在封面前方 西南风影响的环境底下 从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这段时间 一方面地区的中南部地区 还是要留意不定时会有一些 短暂震雨出现 而在山区 当午后对流一发展起来 中午过后除了在山区之外 一股一股的对流银包 可能睡着风场 蔓延到苗栗 大台北地区 以及大台北地区的东侧 还有宜兰的部分都要注意会有一些 降雨的情况出现 而接下来聊到周末假期 原本影响台湾的这个西南风 会开始稍微转变成偏南风 这时候带劲南的水汽 会稍微减少一点点 预计到时候 这个降雨机会 也会比这几天来的少一些 接下来等到上个礼拜 随着这个太平洋高压的开始增强牺牲 把这道封面进一步的往北上推 今年的封面 今年梅雨封面就开始交易断落了 而接下来开始逐渐进入了台风季节 但还好短期之内 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台风生成的影子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担心了 关系完天上资讯 这只温度上的变化 我们透过地面天气图来了解了 而明天这道封面 依然持续在台湾北部海面上徘徊 所以我们主要还是受到封面前方 西南风环境的影响 除了山区午后对流之外 我们不停提醒大家要留意之外 我们同时还要留意高温的部分了 因为明天西南风会持续带来 比较温暖的空气 温度当然也都会比较高了 明天全台各地高温其实和今天相当类似 都有机会来到32到34度之间 尤其在大台北盆地以及华东纵谷 直播高温上看35度以上 而直播里头更详细的天音资讯 紧直来看问您整理的上海气象 屏东狮子蒙丹满洲 明天留意午后的雷雨 气温落在24到31度 泰晤来一纯日最高温 来到32度由5到7成的讲机会 三地门屋台马加最高温来到32度 有6到7成的讲机会 高雄的原乡地区高温31度同样有6到7成的讲机会 需要留意 扎里山气温落在15到31度8成的讲机会 南投仍爱于池水里及信义 气温落在22到30度 台中和平高温29度有8成的讲机会 苗栗南庄试探泰安高温32度有3到5成的讲机会 新竹关西尖15峰最高温有33度 气温落降雨机会最高有5成 新北乌来桃园复兴多云的天气高温32度 宜兰大同南澳高温33度最高降雨机会有7成 华莲的部分新陈华莲市极岸云多多的天气高温32度 秀莲及万荣留意短暂雨是高温34度 寿风风兵最高温32度有2到4成的讲机会 凤林光复及瑞穗高温34度 浊西玉里及副里气温落在23到34度之间 台东海岸线地区明天是多云的天气形态 最高温34度 池上关山海端及延平最高温有35度 陆野台东市及北南高温落在35到36度之间 南回地区最高温36度 南远地区气温落在27到31度之间 最后外岛连江金门澎湖气温落在24到31度 有3到5成的讲机会 这个季节开始要盛防中暑了 因为各地天气都是又闷又热的 特别就是在大台北盆地 而至于在华东纵谷地区 则是要留意焚风出现会影响到农作物以及畜牧业 而另外因为西南风的关系 在中部以北沿海地区 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强的阵风出现 而至于在中部以南不定时会出现一些直步的短暂震雨 甚至在山区部分还要留意雷雨发生 一直要到下个礼拜开始 太平洋高压新生增强 降雨才会慢慢趋缓 但同时也表示 在台风季真正带来水清因素之前 我们要开始留意节渊用水了 而以上就是为大家整理的天气资讯 我们记着就把时间交还给老歪 下个礼拜 下座 1300